欢迎回来NGO观点 刚刚我们谈到台湾的小农的市集 全台大概30个左右 其实很少 但是他们刚开始也是惨淡经营 我再来问一下你们248 为什么叫248 28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市集的那条巷子 就刚好是中校东路市段248项 那大家都记起来在那里 就好记就叫248市集 所以在那里 刚开始你们很惨淡 因为我有跟你讲说 刚开始都没有人 你们都快倒闭了 可是你们后来用什么方法 去吸引大家来 因为像国外他们用音乐 用什么你们呢 对因为刚开始 生产者跟消费者都还很陌生的时候 真的那个关系建立 不是那么的容易 那我们那时候 有一些来帮忙的义工大姐 妈妈 他就想说 奇怪我们市集有米 有菜 有水果 就这么样多丰富的东西 那为什么不就拿来煮一煮 请大家吃呢 市集厨房 对 所以就开始在我们市集 每天的礼拜五礼拜六 都会各煮一餐 那轮流用小农的食材 那煮了之后 除了农友可以吃 消费者也可以一起品尝 那就借由吃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拉近了 彼此之间的熟悉感 台湾人真爱吃 但是就很有趣 那个吃就把大家都拉在一块了 所以你们用这样的方式 就聚融了大家 然后开始建立感情 然后才开始跟他们谈饮食的观念 没错 哇太有趣了 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你说你没有去 现在以后可以去逛一下 不过我们也看到 其实不只是逛农夫市集 或者是支持祖父联盟 像他们这样的消费合作社 比较能够找到食品的安全 但是刚刚也教你可以自己种 到底要怎么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 怎样的食物来源最安全 自己种是一个好选择 像冯小姐就在住处屋顶 建个三十平大小的菜园 那这个是拔叶莫居 虽然莫居不是这个季节种的 应该是冬天种的 但是因为我们同事 他们在做那个水跟蔬菜的时候 它遇太多苗了 然后他们就说 要不要带回家种 我就把它带回家种这样子 不只莫居 还有番茄 芋头 芦笋 他特别推荐地瓜叶 一种下去可以连续收成半年 它很好 就是你就一直采 然后可能给它撕一些肥就好了 不用像那种 有些种子是你种一次采收就没了 你就要再重新再种 所以地瓜叶还是还蛮好的 我很喜欢种这种懒人菜 他还搭了个凉蜜长的瓜棚 莫得很大的成就感 这个一根是四米 那因为我们家电梯 没办法放四米的这个PVC管进去 然后就从一楼 把它一根一根冲上来 冲到七楼 然后自己把它弯起来 冯凤仪很环保 不但设计了雨水回收桶 还利用枯叶做堆肥 完全不用农药化肥 生产的菜量也很充足 要学做都市农夫 它是个很好的参考案例 不过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可以活用 不妨分租一块农地 台北象山这处农园就很热门 有很多的民众抢着来种菜 种菜是很多人的 就是小时候的梦想 那来这边种的话是觉得说 最近就是那些污染蛮严重的 那自己种它会是最安全的 大概来收割一次可以吃两天 那就看自己够不够勤劳这样子 就是每一棵就是栽叶子 然后这边让它继续长这样子 这也是原毒胶的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就是长了可以吃 整棵就拔起来 就没了 然后像这样就是 知道有梗的对 由农会福到农民成立的市民农园 多半以食品为一个单位 租金和实习费都很便宜 平常没时间来 还可以请原主带为浇水照顾 觉得种田还蛮不错的 常看到人家在种 我就觉得蛮好玩的 现在大家都种 没有农药的比较好 很多人一种就爱上了 一租好几年 这位詹大哥就种了二十年 是个劳寿听听他的经验谈 出席者就大概一些比较简单的 像夏天的话 你就最主要是一个地瓜叶 吃瓜 哺啊 这些笔记比较大的 种下来就好像比较成就 像这样地壁作物 就像我们种一些叫蔥 那里面有一些味道 让那个虫虫比较不会来 不过有机栽种成本其实很高 像现在我们这个种下来的这个 这个食材你真是要去算算一下成本 那个食材可能一条 可能要将近一百块 那结果结果在市面上大卖 现在我们所说的三条五十块 其实享受种菜啊 你还蛮自不在种菜啊 就只说来这种菜 要多多菜才能吃 有时候也未必 但是心菜并也比较不一样 自己种菜也是耕种心中的一亩田 要的是健康乐活 看起来我们除了支持小农 或者是跟农夫当朋友之外 自己也可以当农夫 我请教淑芬 因为你自己就是当农夫了 你在你自己家种 我们怎么样入门 种简单的夏天蔬菜或是青菜 其实刚刚那样讲得很好 其实种菜只是其次 其实它是享受生活 对 所以它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那如果你在家里 你想要你有一个阳台 然后有日照 因为种菜第一个是你一定要有日照 然后接下来是你要知道 这个季节你到底可以种什么菜 然后接下来你才可以开始来准备种菜 那我以前刚开始种菜的时候很贪心 我都喜欢用好大的花盆 然后发现这样搬来搬去其实很辛苦 那其实种菜不一定要有多大的花盆 一般的话大概三尺长的花盆 就可以种蛮多蔬菜 那第一次种菜的人 像地瓜叶或是红凤菜 饺菜或是像现在有一种餡菜 它可以重复采收 就是它能够重复采收的是最好的 就不会收一次又要播种 然后又等得苦苦的等待 那如果你想要种菜 你准备了花盆 然后其实土壤也很容易取得 现在到哪边买 其实在那个超市超市的园艺区 或者是你可以到那个花市 都可以购买到一袋 蛮大袋大概十公斤的培养土 这种土都是安全的 这种土的话一般你买有品牌的 有品牌的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因为你也不能去路边随便乱挖 路边的土都是有人的 而且可能不好的土 也可能有污染你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购买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那你有了土之后也有了花盆 那接下来就是刚开始种菜的人 建议会是去买这种菜苗 种菜苗事实上已经栽种三十天 你种下去之后大概一个多月 你就可以收成了 那其实买菜苗回来种是再简单不过了 你只需要把这个菜苗拿起来 然后在你的土里面 你也不用什么大铲子啊 或是塑胶汤匙都可以 然后你只要把它种进去 然后把土盖满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就保持间隔这样种 然后接下来你每 差不多多少间隔 第二颗 一般的话因为小花盆 我会建议大家种密一点 因为如果按照这个种子带上的标准 是三十公分种一颗 那我们这不就只能种一颗吗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花盆的话 我建议是五公分到十公分就可以 你采用密集的栽种 然后小小的你就可以收成 你不一定要等到蔬菜 一定要长到三十公分 那我一般的话 我都会间隔五公分这样子栽种 然后你栽种之后 这个土也是已经有肥料 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浇水而已 都不需要农药了 不需要农药 其实你刚开始种菜的时候 你选择像线菜 地瓜叶 红枫菜 这种抗病性比较强的 那其实上部位有什么虫害的问题 那肥料要不要放 肥料它也已经下在里面了 可能你要收成一次之后 然后你才需要施肥 那等到蔬菜长得很密啊 都碰在一起 你就可以用采收的方式 用这样剪下来 只要它们碰在一起你就采收 那你就可以煮了 就可以煮了 虽然菜小一点 可是其实也是蛮好吃的 对 你不一定要等到 那个菜市场卖的那么大 所以不一定要租个田 你自己在家里 对 阳台啊 窗台啊 屋顶 或是像甚至啊 我连那个屋顶上那个坏掉的浴缸 我就把它放在屋顶上 浴缸都可以做 对 任何容器它只要可以装泥土 然后它可以排水 你就一定可以种菜 差别就是需要日照 那你就可以种上很多种 我们刚刚讲说一定要多种类 多种类的话 虫害的问题就会比较少 嗯 好有趣哦 你听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这个也是一条路嘛 支持小农之外也可以自己种 对 没错 而且特别是让消费者 或让一般民众有那个体验的过程 有那个体验的过程 它的认同感是更强 它比较能够同理去理解说 小农的种植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对 为什么它的付出的成本 可能会比一般的农民还要来得高 是 我们常常听到日本在说 这个叫做什么农夫 然后又一个是什么 它可以兼职的 它半农半差 就是说我可以是老师 然后半农半老师 然后半农半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想请教 像这样子是不是也很值得在台湾来推广 很值得啊 对啊 像这边就一个啊 是是是 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你看到的一些国外的经验 像德国他们的屋顶都是 德国会 意大利也会 基本上你要看你使用量 那像如果 我们是习惯吃中餐 但是在意大利它会吃西餐 那西餐通常就是一个 它的香草 迷迭香等 这个就是在窗台中 然后你煮饭的时候 你需要就撒一些 你需要薄荷就剪一点点 那这个 我觉得重点只是你藉由这个食物 你先认识什么是食物 食物的本质是什么 接下来由食物来认识土地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行说 跟小农购买 然后跟自己种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是 其实台湾 这个小农真的也很辛苦 那如果自己小小种 然后个人这样子小小的吃 比如说种一些迷迭香 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回过来谈 农夫是不是真的很辛苦 你可不可以谈一下一个小农 然后他要得到怎么样的支持 他才能够生存下去 因为台湾如果都全部都用进口 比如说百分之七十的食物都是进口 那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 所以我们都鼓励大家要多吃台湾在地的农产品 那至于小农 他一定会付出比较多的 包括人力啊 或者是管理上面的成本 那像我们市集 就是会希望说 消费者除了来市集 跟农友做朋友 然后开始认同购买他的农产品之外 我们也会办产地的旅行 就带消费者实际的来到产地去 然后去当一天的农夫 这样像我们今年就办了擦秧 去年有办割稻子的活动 那大家实际去做那个 跟农夫一样要弯腰 然后去擦那个秧 才会知道说 我们找了三三五十个人去 连一百瓶都擦不满 擦了一整天 大家都擦两下 腰酸了 我要上上去休息 所以真的也很辛苦 对 那大家经过了那个 实际你身体的感受的时候 大家中午那一顿饭 都吃得特别好吃 都说这个饭真的是非常好吃 非常的珍惜那个食物 那而且大家种下去了 它可以到收成的时候 它甚至可以拿到那一包米回去 那拿到那个米回去 自己觉得自己种出去的米 吃起来都对了特别好吃 所以主妇联盟也很重视 你们会员四万个会员 你们也很重视真的实地去体验吗 其实像我们日常的话 其实都会办所谓的生产者之旅 那生产者之旅的话 其实是带社员去产地里面去做一些体验 那其实像一般的旅行就可能一个 就跑了可能好几个点 可是我们大概只安排两个点 就是做让比较久的 有一部分可能是做农事的体验 例如说像去插秧 或者去真的是要该除草的时候 就是去收草 结果大家才发现 怎么一块钱除出来的杂草那么的多 对所以真的会有那样的一个体验 那也包括说其实说 因为有跟农有这样在一起的这样的体验 那包括这几年来 其实台湾的农地也面临了一些所谓的工业跟农地 增地的问题 那像以我们合作蛮久的一个社区 万宝社区 他们其实就面临后农科技园区 这样子一个增地的世界 那其实合作社有一些社员 他们就觉得我只要买安全的食物就好了 农友碰到增地问题的时候 跟我有什么关联 可是我们就会去跟消费者讲 当农地都没了 你的生产基地都没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安全的食物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也是因为万宝社区 然后让合作社的社员 也变得很勇敢 就很多次就一起上街头 然后后来大家也觉得说 上街头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所以就是说 其实在消费者除了你购买的支持 其实当一些重要的时刻 真的是需要站出来 帮农友去做加油的 是 这个祖父联盟也是支持小农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统计 就是有机农业的面积 这是公顷 我们从2003年 差不多1000多公顷 到现在2012年 可能会达到5000公顷 是各十百千 5000公顷 但是我还是回到你这边来 我要问 因为有机的认证很困难 你们是不是都有认证 还是不需要 还是你们怎么样处理 我们在我们市集 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说 一定要具有有机认证的资格 那当然我们会实地地去拜访这些小农的产地 然后检视过它的种植方式 的确是符合安全无毒 友善理念的种植方式 不一定要政府的那个所谓的认证吧 还是 就是那个认证 有机认证的那个认证 我们会鼓励它 但是不会成为说 它要进入市集的前提条件 因为我们知道说 一个小农 他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要去做有机认证的申请 是比较困难一点 包括经济上面 像有机认证 他可能第一年 他就要花费四万块钱的认证费用 那这个小农 他可能卖了一年的米 卖了一年的菜 也不见得有 三万块 近四万块的净收入 就是扣掉成本之后的净收入 那他如何还去做这个认证的动作 所以我们会以扶植小农的方式 就是说 你慢慢的找到认同你的消费者 和购买你的客人之后 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之后 你再去做认证的这个动作 你差点来说 一年的净收入不到三万四万 怎么活啊 对啊 这个 而且我刚才讲的是那种 认证他是看单一作物 我今天可能种一样空心菜要认证一次 种一样高丽菜要认证一次 那还得了 我种十几种 因为你们鼓励 再加上我们鼓励小农是这样多样种植的时候 那他一块地二十几种作物 他要认证二十多样 那付出的费用 台湾不能改吗 因为他整块田都是 然后混搭 这就应该都可以认证 一起认证 不行吗 为什么一定要单独认证 对 所以这就是现在法规上面 所要推行的认证的方式是这样 那在我们市集 我们就是鼓励小农多样性种植 借由沟通和实际带消费者去产地的 这样的方式 来让大家理解到说 我们重视的是那个有机栽子的精神 和那个理念 以及实际的做法 那法规上面的这些要求 我们也是慢慢的让这些小农可以去负荷 可以去达到它 是 这个农夫真的好辛苦 我一听到认证要撕外 然后他的尽力都不到撕外 所以这个数字基本上 我不会去质疑这个数字 但我会说 我们支持小农的原因就是这样 你看到数字一直高升 那是怎么回事 其实是近年来很多企业财团 都向准农业这一块 那他们企业财团自然 他们在种植的是大面积种植 他们有足够的 如果你把它当生意来看 那他当然就可以来操作 那有机这一件事情 其实它有容易难易度 有些东西就比较容易种有机 有些东西是很困难 所以企业财团 基本上你看到选择都是 比较容易的 叶菜类这一些 比较相对性容易的 那他面积一种就是十公顷 对啊统一啊 什么有福利 对就是有一些会这样 那小农他种了有时候 一分地两分地 对啊 对啊 那他也不一定是只靠这个维生 所以这个上升应该就是 比较大企业的原因 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就我们在看 其实你说有机农业 种植的面积不断增加 但是有机种植的人数 不一定增加 并没有这个增加的这么的高 那你就知道说 种的人没有增加 为什么面积就增加了 那就是像刚才讲的大规模 有很多的原因在认证的时候 你这个法规 政府在修法会 请教专家学者的意见 那专家学者的很多意见 是会参考他们的实际所接触 那专家学者不是说每一位 但是多数来讲 你要去碰到小农的可能性是低 因为你在做研究 你不会去找一个 一分地两分地的来做研究 所以这个可能认证 就不符合小农的一个需求 对不对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那中间的话都是 那个樱桃萝卜 就是小小的 像樱桃一样